大家好,我是F姐 欢迎收看F姐酒坛 我们来谈酒 什么样的酒会让你觉得欢乐、浪漫、怦然、心动呢? 这些形容词都可以用在今天我们要介绍的香槟上面 如果你今天和心仪的女孩子吃饭 没有点上一瓶香槟 那就太不上道了 在所有气泡酒里面 香槟应该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 而且等级又比较高的一种气泡酒 香槟区是法国最北边的葡萄酒区 它也是享有AOC产地命名的荣耀 如果不知道AOC是什么的呢 请往前面看之前我们录的影片 香槟倒入酒杯里 看着它缓缓上升的气泡 银银银银的在灯光下非常的璀璨跟晶莹剔透 视觉上的效果呢会让人产生莫名的虚荣的满足感 甚至于有人说香槟是一种时尚的代名词 你看看如果你去一些时尚派对 是不是就看到waiter会拿着香槟走来走去 端给你喝 那说到香槟呢世界上有一个最大的时尚奢侈品集团 叫做LVMH LV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很贵的名牌包啦 可能也是你拥有的第一个名牌包喔 那H呢是Hennessey干义白兰地制造商 喝烈酒的应该知道Brandy干义白兰地 那M是什么呢 就是香槟的品牌Moy & Shandong制造商 Moy & Shandong其实我们现在在坊间可以看到这个 香槟是还蛮普遍的而且它没有很贵 所以有兴趣喝你也喝喝看 那现在介绍是香槟界的第一把交椅的香槟叫香槟王 名字很直接了当吧我就是王香槟王 Don Perignon Don Perignon其实它是一个和尚吧 这个修士 它首先使用葡萄混酿来调和酒的品质 葡萄混酿调和酒的意思就是说它用了很多种葡萄 它也是第一个使用厚玻璃瓶 所以香槟的瓶子很厚喔 为什么因为它会爆炸 其实当初他们在酿香槟的时候 常常碰到就是玻璃瓶就突然自己爆炸的问题 所以Don Perignon它其实就用了一个很厚很厚的酒瓶 因此你在喝香槟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瓶子很重 倒的时候都快手在抖啦 现在的香槟王呢就是高级香槟的代表之一 在餐厅里面就已经是非常高的等级了 我们现在最常看到的香槟大部分都是五年份香槟 那是因为香槟区有法定七种葡萄可以用来制作香槟喔 不过大部分香槟只会用三种啦 像是我很快速的念过去喔 Pinot Noir Pinot Monnier 还有Chateaunay 这三种 反正念过去大家也不会记得 也不用记 那没有人能保证每一年这些葡萄品质都一致 所以酿酒师呢就会把以前剩下来的鸡酒 也就是我去年酿的酒还不错我就会留一桶起来 或者说我把它留着 也不是说做纪念我去测试跟今年的品质有 有没有什么差别 然后他就用鸡酒再跟今年采收的葡萄汁 再混酿成一瓶今年的酒 它会有个NV的这个字眼 所以你看到这种NV呢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没有年份是混酿的 如果你看到了年份这个香槟价格一定会高很多 因为呢不是每年的葡萄都可以做香槟 它必须要品质很好的葡萄才会做香槟 所以年份香槟如果有的话呢一定是工序复杂 葡萄非常的好 它就真的是贵很多啦 那再来我们再讲 不管有年份或没有年份的香槟 它为什么感觉香槟比较贵 香槟呢是在瓶中二度发酵的酒 也就是说我们把酿好的白葡萄酒 装到瓶子里了以后呢 再放入糖再次发酵 那为了要收集酵母的尸体呢 因为它不停发酵 酵母吃了很多糖会死嘛 然后呢每天也要有人呢 去转那个瓶子 那再跟大家讲 酿香槟呢有个很特别的一种酿法 就是它是有一格一格一格的 然后把那个香槟都倒着放倒着放 为什么因为死掉的酵母 就会一直往瓶口聚集 这样子我之后要把死掉的酵母 尸体捞出来的话就比较好捞 我到时候已经好了以后呢 我在冷冻 在瓶口冷冻了香槟 然后呢再开瓶 然后瓶口就会把酵母喷出来 尸体就被喷出来了 然后我再用软木塞塞住瓶口 把气泡留住 一瓶香槟就完成了 我现在手边呢 就有一瓶有故事的香槟 这瓶香槟叫做 Volv Klikko 凯歌寡妇 Volv是法文的寡妇 那提到这个名字呢 你可能会先想到说 凯歌香槟我知道 但是你不知道凯歌香槟呢 其实它真正是有一个女人 叫做凯歌寡妇的存在 她的故事是在1805年吧 她才27岁的时候 她丈夫就去世了 她毅然决然 我就来我来接启夫家的事业 继承酒厂 在1814年那个时候的战争 蔓延到了香槟区 然后其他的酒厂 其实因为战争都有问题 都没有办法出货 可是凯歌就想到 那我就把酒卖给俄国好了 然后呢 那也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 他就跟俄国的贵族就搭上线了 然后接下来这30年 就是凯歌香槟的一个 大放异彩的30年 那凯歌夫人呢 也成为了全世界最成功的 香槟酒厂之一 再来我买这瓶酒的原因 是因为我看了一部电影 叫做巴比的盛宴 1987年的电影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非常建议 因为里面在讲的法式大餐 里面用了超多的酒 可是他一开始就是用香槟 先来解放所有清教徒的压抑的情绪 其实为什么用香槟呢 作为这个开始呢 就是他以香槟酒的气泡 跟那种舒爽感 我就先让你的压抑的情绪 先能够释放出来 那看完以后我就马上去买了一瓶 人就是这么简单 针对喝香槟呢 我觉得有几个东西 你可以记住一下 第一个 香槟呢 它为什么那么贵 你也不要嫌贵 它真的很难做 它用的功法 跟它需要的人力 是非常多的 第二个 喝香槟的时候呢 有人是说要用细长的 这种笛型杯来喝 为的是什么 要看它的泡泡 香槟跟其他气泡酒 不一样是香槟的气泡 非常的细跟多 你就看它一直往上冒 一直往上冒 心里就很高兴 愉悦的心情就出来了 第三个 你要跟朋友 以达恋人未满的人 表达爱意的时候 你先开一瓶香槟 那真的是有催化的作用 这些是我们小小的提醒 然后呢 也希望你能够喝得愉快 有情人终成眷属 那如果没有情人也没关系 跟朋友在一起开瓶香槟 也是非常欢乐的事哦 好咯 夏天到了 你们大家都可以准备开香槟咯 Cheers 好开瓶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